其他焦点来关心 高雄一家米高名店一早传出货梯夹死人的意外 跟店家长期配合的猪肉供货商 趁开店起来送货 疑似供货商当时想要把食材摆整齐 或是其他的原因探头进去查看 结果被货梯们夹住了颈部 发生憾事 清晨5点多 天还没全亮 死者骑机车带来食材提进店里 已经送货好几回的工作 这次发生意外 米高店拉起封锁线 送货却混沌货梯 员工一边协助厘清 一边掉泪 大家错愕不敢相信怎么会这样 夺命的就是店里这送餐用的货梯 员工说48岁死者是长期配合的供货商 开店前就会送来食材 这次颈部却被货梯门夹住 直到老板娘从市场回来发现 想就已经来不及 因为彼此很熟 放心让死者自己开门进来 也因此意外当下只有死者在 只是照理说食材从一楼放进梯内 会自动送往二楼 死者却被发现成是二楼 是运送途中出了什么问题 才会上楼探头进去查看 或是求好心切 想把东西摆整齐 有关一条人命 怎样也要查清楚 记者庄纪委高雄报导